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李一峰被爆料酒店选妃 9月份,自从知名男星李一峰嫖娼被捕后 他往日的风流运势,也在被光明正大的重提 有网友晒出了李一峰早年在海南度假的酒店记录 并且实锤其在酒店进行了选妃的行为 让众人不敢置信 的确,李一峰被证实存在多次嫖娼的行为 那么选妃等行为,也自然不在话下了 既然都已经选择了嫖娼 肯定会在众多失足女子中选择一个最为有演员的 所以,从侧面也印证了李一峰或许真的存在选妃的行为 有网友透露,李一峰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大胆 死生活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混乱 而是在成名之后,可能是在30岁左右才开始这样的举动 所以李一峰拥有这样的行为,或许已经数年了 人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如果是一次两次或许不至于被人抓到 可是长期以往,李一峰的陨落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网友透露,李一峰的对象不仅有圈内人 还有不少网红,也成为了李一峰的猎物 除此之外,更多的对象可能是圈外的狮族女 当然了,对于李一峰来说,她的眼光还是很刁钻的 并不是一般的女子能够入得了她的法眼 对此,有网友曝光了相关狮族女的照片 让人相当过目不忘 李一峰的女施主 从网友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李一峰的嫖娼对象并不是一般的爱意大姐 而是非常年轻的女伴 对方不仅皮肤白嫩,而且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当优秀 身材甚至不输女明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狮族女大部分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上岗 驾驶技术相当娴熟 也拥有相应的驾驶症 不会被轻易扣分等等 或许是因为女方都太过优秀 才让李一峰这样的顶流男星都难以自拔 自古以来,狮族女在社会上并不少见 从古到今也一直延绵不绝 古时候甚至有一些皇室的贵族 都难免在红尘的胭脂水粉中流连忘返 甚至有些帝王不惜红尘女子纳为贵妃 由此可见,狮族女中也有不少佼佼者 当然了,如今在国内 嫖娼可是违法行为 不仅伤风败俗 而且还触及到相关的法律 因此是明令禁止的行为 特别是作为娱乐圈明星来说 这样的行为更加是自断前途的举动 只要一旦被发现,则不可能再付出了 虽然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可是因为这一种事情 毁掉一个男星的一生 的确是得不偿失的行为 希望所有的男艺人都引以为戒 洁身自好 且不要因为一时冲动 抱住侥幸的心理 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有网友透露 对于李一峰来说 并不算是失足 因为他的收藏里面 有很多大尺度的影片 经过长时间发耳濡目染 才让他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不得不说 李一峰落的这样的下场 的确让人感到相当惋惜 希望他能够总结经验 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往后余生 娱乐圈都不会有他了 对于他来说 或许不是什么坏事 对于李一峰的情况 你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